一直說這件事,94年修建以後,要一直應該要整個大換修 那直到今天終於看到這個案件,這個法案登場 當然這個法案現在目前事案所寫的部分,有的部分當然是值得稱喜的部分 但是也有些部分值得斟酌 這只要當然我們知道,你要提高事件效率,另外一個落實施法改革 但是如果落實施法改革,和本法案有非常重大的關係 當然,你現在所改的,有幾個部分是,包括事件的門檻 三分之一當然是十分之一,這在上一屆的時候,我們連事件都不能實現 那時候我們會達三分之一 所以所有事件都不能提出,這個是一個橫評的現象 那這次有修了,這是很好的 當然還有包括生理中案件可以提出輸送 那其他相關的案件也必須禁止,這些都好的 那另外有關於這個時間,不過差不多三年,我是覺得這個倒是可以斟酌啦 那另外對於判決書含不受理的部分之血統或不同意見書的公開,這部分 這值得稱讚 本期在這裡講的就是說,我們要談這個大法官身體安全法的時候 應該從這個結構開始談 這個結構含,是我們現在目前對於大法官事件,包括這個 現在有規定大法官如果,如果選任大法官,這些結構上來談 我們比較一直都沒有辦法解決,長期還沒有辦法解決 就是說,大法官是總統任命的 所以這個總統任命是大法官,像馬總統所任命大法官 有的是到他任期結束以後,還在做的 因為我不會捏嘛 當然有任期就要做事 因為有八年的,包括 會員長、施永勳都有八年的 可能現在人身體移轉的時候,他還在繼續做 所以這個,包括大法官被任命,常常有一些政治化的現象 比如說這個總統,有沒有想敞開心胸 容納不同的專業人才 不要藍藝之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 但是我想這一屆的大法官,我們看不到這樣的一種布局 所以一屆這種大法官的公正性,都會受到挑戰 這個拿去實現的時候 這個馬鈴鐺任命的,這有政治性議題 要過的可能性都很低的 因為政治上常常讓價值判斷是一個非常永恆的東西 但是融入了政治因素的時候,這個整個就會變掉 問題就是說,這個大法官的政治法任命的問題 這個要為政者非常公正來處理 然後呢,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大法官實現的前衛性 你當委員在這裡一直講說,是書外判決的 五三一實現的書外,書外裁判 那我認為不是書外裁判 那就變成有爭執了 就當年法院處出來修正的時候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他那個有時間性的 兩年要修正,夠期了 所以那當年我跟常常講過一句話 他說,兩年時候在當司法秘書長 我們一直在處理法院處司法問題 我說大法官實現,從此形容紀文 所以,有不同派的人解決這個大法官實現 何現實質疑,這沒有道理 那從此他釋出來了 釋出來了又不遵守 所以大法官實現的前衛性從此就破滅了 這是我們曾經碰過的問題 另外,比較著名的就是大法官的智慧 過去立法院說這個把大法官的薪水 的專業家也刪掉 大法官把他去釋憲 說這個大法官是法官 否則這個釋憲速度之快 前所未有 這從而大法官就公布 就這樣看破鎖角 這是何其愚蠢 沒有,你也比較慢 我以為官方速度很快 沒有出來 百分之十四千 常常石沉大海 人們的事件 三兩下就被撲毀了 你對自己的自肥的案子 那個事件速度太快 這是對大法官在歷史一刻 受到很大的傷害 我們稍微回顧到這個事情 包括另外一個就是事件 時間性的問題 和受理的問題 公開透明化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一次 我們這次 就是說要把他這個公開透明 加快的腳步 這些我們都認同 如何把這個黑箱的座位打開 但是大法官的職業待坐的問題 因為今天也有不少委員講過 你現在最大 有人關也對 從以前行使以後 他從此根本不必見面 落得住就不跟你打招呼 不跟你打招呼也無所謂 通知不知道也無所謂 因為他已經 他已經鐵定是四年八年 所以馬路上噴到他也不跟你打招呼了 這就變成 他是一個非常特寫 非常特寫的 那今天我們整個 身體安全法要處理的部分 我認為 除了以上的部分 大家對大法官的挑戰之意以外 當然在法語上有一些部分要處理 進步的地方 我們可以肯定 但是呢 有疑義的部分 尤其你自己講到 有關於司法改革 一次我們又碰到 剛才包括尤明委員所談的 德國的法育制度上面 這大法官司法制度的引路 我今天只問議所長說 這大法官司法制度的引路 在這本法上面完全沒有 那工具你們在修法說 我看你是從一百年開始 成立改革委員會等等 邀請包括卸任者 大法官司憲法協責研修會 那有關於這一部分 憲法出現制度的引路 過去在這個研討會裡面 有沒有討論過 有討論 但是認為 因為會使得大法官變成第四審 真的會變成第四審 因為你去審查這個決定派言 法院主治法大法庭 沒有那個大法庭不是第四審 是中審法院 是中審法院是統一法律的見解 這幾個有干戈的部分 到底是不是第四審 還是人民的潛意比較重要 這個先要談 假如個案適用了見解 違反法律的時候 根本無救 到目前是無救了 違反法律的見解 根本是無救了 即便你是將來 法律組織法通過以後 你有到法庭 他還是對法律的見解而已 對於法律的解釋而已 但也對於安全本身 本身審理的瑕疵 包括該 該查未查等等 完全沒有救急管道 所以 這部分 現在就是 剛才包括 劉文明委員在談的 很重要一部分 就是憲法順應制度 要不要引路的問題 你既然要施法改革的話 這個部分應該大家可以討論的 包括安眠的案子 包括現在 無論哪些洪氣商的案子 事實上 都有很大的問題 都沒有任何救急管道 阿密 那總幹的 有很多東西 該查未查 這些東西 事實上 你既然要施法改革的話 又把這些東西攤開 大家討論看看 好 所以我個人認為 這部分 倒是今天重中之重 因為這個 那本來是三個五條 這樣就要一百公告條 這就是經典的程序問題 很多條 重要 做一條比較重要 做八條 這些都不重要 不重要 做幾條 我想這次 這次法改革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認為 這麼大的法案 而且坦白講 蠻冷門的 因為你萬一事進是出 這代表 立法委員對這個案子 並不重視的 那這個案子重要不重要 這個案子很重要 所以 本來認為 主席是不是 今天主席 問問就好了 公聽會稍微開一個看看 應該開了公聽會 還好討論這個事情 好不好 尤其對於 這個憲法書院制度 的問題 大概還好討論一下 這是問題之一 那本來認為 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有關於公開辯論的問題 你十九條上面規定 你十條規定 你什麼規定 十條規定就是說 除了 另有規定的話 就是 原則上不辯論 原則上不公開辯論 例外才要公開辯論 OK 這個對於公開透明化 是阻礙的 你既然要改 要改一個的話 正常是公開透明 我們剛才講的 你要朝公開透明的角度去講 你二十條要規定 這個 二十條規定 只有原則辯論才有公開 其他不能公開 這兩個綁在一起 你二十條規定什麼 又派出很多不公開的部分 所以換句話說 你十九條二十條綁在一起的時候 要公開辯論的 案例是非常少的 因為二十條規定 老婆都不 都是要 討論 公序良俗 也不公開辯論 討論公序良俗 現在討論一審 一大堆 你都看每天在開 平常都看每天 怎麼公序良俗 你把這個排 連這個都可以 不公開 這個不公開的話 就是不辯論 這兩個綁在一起 所以 你們這個在做這種手腳 是不道德的 都是 黑衣協士 都是在保 本會主義 這十九條二十條 這兩個綁在一起的時候 這整個制度 繼續神秘化 繼續不公開化 然後 大家還是一樣的分手默義 那這個法修 他不修 意義也不這麼大 當然有些人修到的部分 我們知道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變成十分之一 包括 身影中案件 那個都可以 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所以我是覺得 一個法修下去 讓你看出來 剛才悉尼 修建以後 修建以後 到今天 將近十年 這法才第一次在立法院這樣審查 是盡是出的 這是要慎重的 所以主席師傅 我建議一下 你應該 要有公堅會 這是第二點 第一點就是 書院制度引入的問題 要好好討論一下 第二 公開辯論的問題 公開辯論的部分 十九到二十九 你原則上不辯論的 然後二十九又 又 又排除很多 最後一個就是說 時間的問題 很多 委員都會 三百九十幾天 然後 不受理 要罷罷 罷罷 這些都是 罷罷官的態度 讓人民 人民會 非禮事件 那是最後的 最後一條路 大家都很急 所以這個東西 效率的問題 也要改善 不能說罷罷官 他是永遠 在賓中 沒有人關係的 也對 你肚子餘一張 也要參與一張 因為沒辦法 他 洪玉錢 投給他也沒有用 他根本不理你這個情 這個制度上 這個問題 不可能把他叫立委員背信 他 賜出來的文字 就是自自千金的 所以難怪 所有司法的人都要當大法官 這比什麼還好的職務 前世代沒有任職務 比我們這個立委員 四年還選一次 人家拚他們去天天寫命服務 所以關於這個三年的時間 我直接講這個太長 本來認為以上三個事情 是這次我們在審理法上面 我們有所疏弱的部分 也應該好好再來談 也應該開了宮廷會 一次兩次鬥鬥鬥會 既然以前事件就事出了 那這一屆能夠好好省 這是一個藥物 你們兩個福文吞藻 或是只好一半 大家意見不合 然後再 第九屆災 這歷史不要重演 這件能夠好好處理 處理這個 安全法 尤其我認為就是說 有關大法庭的部分 這大法庭 將來這個法院主制法修 大法庭 只要書院制度引入的話 讓大法庭這個設計 有些要 要斟酌的 所以我認為應該法院主制法修過以後 大法庭定位以後 再審理這個審理法 這個秩序上面要有一點調整 要有一點層次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請各位委員能夠支持 好 報告委員會 我們現在來處理這個提案 請宣讀一下 請委員參考那個影印的書面資料